滿心歡喜 在晚餐時間買了粥 回家享用 殊不知打開來 竟看到這個畫面 當時民眾說 老闆疑似在粥裡加了煙頭 而且還是綠嘴棉花 那一段讓他無法接受 回顧當時情況 當時男子告職業者不要夾豬肝 但是詛咒的人工疑似 因為爐火太大聲 沒停清楚 還是把豬肝給夾進去 店家強調途中的灰色物品 並非鹽頭 店家表示後續有接到 民眾致電反應 不過消費者並未留下聯繫方式 後續想處理也找不到人 對此新北衛生局表示 將派員前往機場 如果發現有不符規定 將醫食安法 命業者限期改正 沒有改正者 可處新台幣六萬元 到兩億元罰還 只不過除了該事件外 Google評論上 也有網友認為 食材把關代加強 食品重毒案頻傳 食安問題備受關注 食材把關得更加嚴謹 才能讓消費者安心 有的新聞 你要是明天台北超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新聞網民投資能 報道 報道 新聞新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